可牌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 跟这个比亚迪 就电动车这个合作 那可牌中国呢 入股比亚迪电动车投资公司 请注意 这是它的投资公司 它持股高达80% 那比亚迪的话20% 那他们是要在什么领域合作呢 电动车充电领域 因为呢 可牌是卖石油 它有很多 你看到这个加油站 所以它在欧洲的主要市场建立 可牌比亚迪电动车服务中心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比亚迪的电动车销售到海外 那销售到海外 到欧洲的市场 那欧洲市场是别人的地盘 那你就跟可牌 那可牌的话是石油公司 它要转型 所以两个这个一拍即合 那将来的话 就会有很多这些的 这个比亚迪充电站 那深圳比亚迪这个汽车投资呢 这个是2014年成立的这个公司 那它这个专门的做这个充电桩 充电站的这个投资 那你看比亚迪呢 它把它持股比例 从60降到20 这个是很厉害的 很明显的 这个就是比亚迪的意思是说 充电站不是我的主业 我的主业是多电动车 所以你可牌 你要占大股 没有关系 80%给你 那将来在深圳的话 运营会超过这个 一万个电动车终端 这个我觉得王传福 比亚迪的创办人 还是厉害 所以我的观察 第一个这是强强联手 第二个这是一个中外的合资 第三 这个是一个资源互补 全世界第二大的电动车的 公司 然后跟全世界 应该也是第二大 第三大的石油公司 两个各自的领域里面合作